先確定說到底需要幾張500塊的 那我怎麼知道幾張500塊呢 就是把他輸入的金額 TST的SUN這個有沒有 電TEST 除以多少呢除以500 500 假如說他今天輸入是 2000塊好了 那2000塊如果除以500的話 那就是剛好四張 有沒有 回傳回來呢就會是這個地方 N500就是四張 那其他的話 200就是0 接下來的話呢 可是有一種可能性是說 他有可能 假設我今天是2100的話 2100一定會有余數 那余數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把這個 怎麼樣求余數呢 就是N500有沒有 他再乘上500就是幾張 這個N500就是 我乘上幾張之後 就是他的總金額 假設說總金額 我如果是2100的話 那這邊回傳回來的值 這個一除之後有沒有 他就會是多少呢 應該是4嘛 所以乘起來就2000 那他原來的值是多少 2100 假設我2100的話 2100 點 txt有沒有 再減掉什麼呢 減掉N500 這個文章卡掉了 那這樣的結果呢 我們就傳給什麼呢 傳給什麼 券值 這個券值 這個券值 然後等於 後面的值就可以了 券值等於什麼呢 這個卡掉了 再一次 點txt 這樣子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得到 這個瓜 我可以拿掉 先加幾後 傳出 這樣子的話呢 我就可以得到什麼呢 得到一個 現金需要幾張的部分 可是呢 如果說這個現金 他超過200的話 那我們就可以怎麼樣呢 可以直接就用這個200塊的消費券也可以 或者是說呢 他有一種可能性 如果說他200的話 我們直接 就把它改成200 那怎麼知道說 有沒有超過200 我們就可以直接 這邊後面的N200 等於什麼呢 等於 GH 再除以多少 200 那這邊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把這個 這個結果 最後 Chance 等於 也是一樣再一次 減掉 N200 再乘上多少呢 乘上他的張數 那他的 乘上他的這個 這個前面 N200就是張數了 總共幾張消費券 再乘上呢 他的這個消費金額 消費金額 那當然最多也只能夠三張 所以我們這個地方還可以判斷 一輔 如果說呢 N200 它大於三張的話呢 then 就是判斷不能超過三張 那N200 就只能等於多少呢 等於三張 那把剩下來的金額 剩下來的部分呢 就丟給什麼呢 Chance 所以Chance等於什麼呢 這個地方我們就可以把它加回來 那加回來的表示方式我們可以這樣 Chance 然後 加上什麼呢 N200 減掉三 再乘上200塊 也就是超過的部分呢 我們就把它扣回來就對了 扣回來之後的話呢 這樣就完成了這個 這個程式部分 大概是這樣 比較困難的部分應該是在這裡的 這個是重點 可能需要思考一下 那我們直接執行看看 執行 執行之後的話呢 現金的部分其實很簡單 比如說我今天輸入1萬塊 不管輸入多少啦 反正底下一定都00 然後就是這個數字 這比較簡單一點 如果是消費券的話呢 這個金額有兩種可能性 一個如果說是大於 我們剛剛看 大於等於3600的話 那也很簡單 就是說呢 把這個金額 扣掉3600 有沒有 這個地方我用消費券 兌換 消費券 一萬塊 好 兌換 大於等於 一萬塊 這裡的話 看一下 剛剛 城市有發生問題的話 順便教各位一個方式 你可以設一個所謂的中段點 中段點就是在這個地方 可以按一下它就變成一個小紅點 那小紅點就是說 城市跑到這邊就會停住 停住之後如果說你今天要讓它繼續跑的話 你可以按F8 那個鍵盤上有個F8 F8的部分呢 就是可以讓這個城市繼續 你可以發現 油標放上去 它就會自動顯示現在裡面的值 用這種方式其實 讓城市的可讀性更高 我們往下F8看看 它有進來有沒有 這個一萬塊 那Change是多少 六千是沒錯 然後 這個是 本來值是0 變成6 好 那往下 好 它就跳開 跳開之後的話呢 再來就是 欸 跳開 那為什麼會顯示不出來 主要就是說呢 我們這個地方要讓它怎麼樣呢 顯示 它跳開了喔 所以說這個地方要讓它顯示 最後的值 最後的值的話呢 應該是把這三行怎麼樣 寫在endif的下面才對 在這個地方 否則它城市喔 跑到 跑不進來else的地方 這邊注意喔 那到時候 欸 不對 這個 就扣回去 把它複製好了 應該是這樣喔 應該在這個地方 把上面那三行把它貼上去 貼上去之後呢 我們再來顯示喔 到底它有幾 應該在最 更正一下 在這裡喔 在最下面這裡喔 我們就直接顯示 它到底有幾張 那幾張的話呢 我們就直接喔 把這地方 本來這裡是張 對不對 直接在這裡輸入什麼呢 n500 and 就好了 總共幾張 這樣就可以了 這邊要控格 n500幾張 然後n200 控一格 and 幾張 好 最後的話呢 就是剩下來 就是什麼呢 剩下幾元喔 我們 其他現金的部分 就把它改成什麼呢 我們剛剛有宣告一個變數 叫Chance 好 好 那這樣的話呢 我們再來執行 按F8 那你會發現 游標現在在這裡 我把它再往上拉回去 它還可以讓程式跑回去喔 按F8 我們看一下這個上面 6張沒有錯喔 往下 往下 它就跳過去了 再往下 F8 好 結束的話呢 你會發現 欸沒錯 程式就跑出來了 所以呢 剛剛教各位的也是一個 寫程式的一個 除錯的要點 就是怎麼樣讓你的程式 可以停下來 知道說裡面的值是什麼 不然的話說真的 你自己要 從頭寫到尾 要把這個錯誤抓出來 其實也是蠻困難的 那這裡的話 我想你們先試試看 相關的這個程式碼 在4至28頁 4至28頁部分 可以順便參考一下 把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喔